大家好,我是Stan 拥有一千多万的订阅 在华语圈也非常有人气的韩国吃本网红 7月11号,在自己的YouTube频道上传了标题为 我会告诉你们一切的影片 公开了他遭到前男友的暴力汉偷拍 以及被巧诈40多亿韩元的事情 这样之所以上传这个影片 是为了解释前一天 一个八卦YouTube频道公开了 两位专门爆料绯闻的YouTuber们 向这样巧诈钱财的通话录音 根据这个通话录音 这些YouTuber们得知 这样在拍影片之前 有在酒店做过小姐 这样的所属公司现在赚很多钱 所以就用这个去公司威胁 榨取了5500万韩元 因为酒店小姐这个关键词 争议也就变得很大 所以这样上传了解释影片 这样形容这段经历如同地狱 他表示 我在拍影片之前的大学时期 与前男友Amo交往了 一开始他对我很好 但是之后他变得很暴力 我曾试图与他分手 但他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 偷拍了我们的影片 并以此威胁我说要散布这些影片 所以我无法分手 他甚至用鱼三等盾器打我 而关于酒店小姐 这样表示 当时男友在一个酒店当店长 他把我带到他工作的地方 说只要陪着喝酒就行 所以我短暂的做了 坐在那里倒酒的工作 当时工作赚的钱 也全部被他拿走了 我说我不想再做了 他就用暴力威胁我说 要告诉我的家人 所以我不敢再反抗 这样接着表示 当时一天被打两次 他问你打算怎么赚钱来养我 我就说我想做一直以来想做的吃播 虽然透过直播赚了一些钱 但钱全部被前男友拿走了 因为直播越做越好 前男友就成立了一家经纪公司 并签订了一份不公平的合约 将收益按7比3的比率分配 在激阳上传的影片 36分45秒的地方 激阳的律师公开了 他被男友打骂的录音 以及激阳身上的愚情照片 看的话真的非常心疼 而对于2020年发生的所谓后广告争议 激阳当时宣布引退后又付出的情况 他表示 我从来没有收到过广告收入 但因为被骂 他就让我停止直播 等舆论好转后又让我付出 我真的没有想要付出的意愿 激阳接着表示 过去的经历让我感到羞耻 我不希望这件事被提及 所以一直无法反抗 员工们从两年前就知道了这些情况 前男友对我周围的人说了很多坏话 并夸大事实 从而向周围的人 敲诈了大约2亿韩元 前阵子我真的无法忍受了 请求他离开 表示我会把所有的钱都给他 但他的回答是不满意 他还说 这4年来我能做直播都是他的功劳 前男友对我的家人和员工也进行了威胁 还编造了不存在的事情 向其他YouTuber们举报 因此我才决定对他提出控告 对 就是因为前男友的举报 让那些爆料绯闻的YouTuber们流口水了 激阳最后表示 最近我从A某那里独立了 我不希望这件事以任何形式被公开 这些日子就像地狱一样 但与家人班的员工和粉丝们的支持 让我坚持了 我不再打算隐瞒 会坚持到不能再坚持为止 影片结尾 激阳的律师们出现 解释了事件并公开了相关证据 律师表示 激阳受到的伤害非常大 相关资料也非常多 他受到心理操控 陷入无法做任何事情的无力状态 仅关于威胁的录音就有3800个 名人受到如此严重的伤害 这种情况真的是令人震惊 激阳未收到的结算金额 至少超过40页韩元 本来没有打算公开 但因为受害事实在YouTube上意外被曝光 才决定公开 根据律师表示 激阳对前男友A某提起了 结算金请求专属合约解除 以及习惯性暴行威胁伤害等刑事指控 一开始因为A某请求饶恕 并承诺不再提起相关事件 激阳因此撤回了相关诉讼 但之后A某违反了承诺 向YouTuber们举报 所以激阳进行了第二次起诉 律师透过YouTube留言表示 虽然预计A某会因多项指控被判处5年以上 但遗憾的是 A某选择了 刑事案件因此结束了 我们来看一下 韩国网友们的反应